据法新社28日报道 在朝鲜宣布驱逐因越界入境而被拘押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今后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官员已确保二等兵特拉维斯今从朝鲜返会 沙利文同时感谢瑞典和中国提供的帮助 27日朝中社报道称 朝鲜决定驱逐因越界入境而被拘押的特拉维斯今 报道援引朝方调查结果说 特拉维斯今承认今年7月18日非法进入朝鲜 并坦白他对美军内部非人虐待和种族歧视抱有反感 对不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极度失望 法新社称被朝方驱逐后 特拉维斯今在瑞典外交官的帮助下越过朝鲜边境前往中国 并于周三移交给美国大使和一名高级军事官员 随后他飞往美国军事基地 沙利文在声明中感谢瑞典政府发挥的化交作用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的过境帮助 返回美国后特拉维斯今将被送往德克萨斯州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 接受评估调查 之后他可能面临处分 包括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韩联社称韩国化交部28日对擅自越界入朝的驻韩美军二等兵特拉维斯今 被引渡反美仪式表示欢迎 特拉维斯今经由中国丹东韩国湖山空军基地返回美国 特拉维斯今曾在韩国应涉嫌暴力殴打他人被军压近两个月 且原定于7月17日被遣返美国继续接受处罚 但他在仁川机场登机之前逃跑 并于次日在参观反门店共同警备区时突然越界进入朝鲜 朝中社27日报道称 朝鲜决定驱逐因越界入境被拘押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今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证实此事 并表示今非常高兴能回家 他期待回国并见到家人 我们可以证实二等兵今非常高兴能回家 该官员对记者称 他非常期待见到他的家人 法新社介绍 经在瑞典外交官的帮助下 通过中朝边境进入中国 并于27日被移交给美国驻华大使和一名高级军官 此后他被送往美国军事基地 报道称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 确认了上述美军士兵被释放的消息 并对中国等提供帮助的国家表示感谢 美国官员已确保二等兵特拉维斯金从朝鲜返回 我们感谢瑞典政府发挥的化交作用 并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二等兵精的过境提供便利 关于这名美国士兵的未来 法新社继续称 返回美国后 竟将被送往德克萨斯州的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 美国篮球明星布兰尼·格里纳 在被俄罗斯释放后也在这里接受了检查 我们将引导他完成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 以解决任何医疗和心理方面的问题 并确保他能在一个好地方与家人团聚 报道称 另一名美国官员这样说道 该官员还表示 任何纪律处分 包括可能的军事法庭审判 都将在之后进行